烤盤上滋滋作響 鮮嫩多汁的牛肉 特有鮮红大理石纹路 让人好想大口咬下 原来烤肉要好吃 食材很重要 选油花多的乐眼 口感具层次不易烤焦 调味就是要均匀的调上去 所以以后就是烤完的时候 就是每一口又有好吃的味道 鮮嫩多汁的牛肉 烤完建议放置两分钟 让肉汁均匀分布更juicy 你喜欢五分熟的话 你可能要煎到一个三分熟的程度 然后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它自己会烤到五分熟 牛排烤到焦香 就要搭配咸甜蘸酱 让层次更丰富 法国鲜肉新南法比欧就爱鸡鼻 海鲜蔬菜 对 鸡肉牛排都喜欢 利用黑胡椒洋葱酸奶油 拌炒完成法式洋葱酱 包卖香甜的牛肉块淋上酱汁 吃进嘴里好满足 加白酸 对 加白酸 因为其实在法国我们很少会吃这种蔬菜 至于烤蔬菜 不烧焦 重点在厚度 找一些比较厚一点的蔬菜 这样子的话你不用担心会烤过手 爱吃海鲜烤肉串也有秘诀 先将柠檬片烤到金黄散出甜味 将酱汁淋上海鲜 口感清爽提升鲜味 要有调味 要有新鲜 当然记得食材上的竹串要先进过水 可以避免肉串快速加温 导致烫伤坏了性质 东森财经新闻蔡惠君横坤远台北采访报道